早餐劉朗街頭吃 耶 望遠市場 望得好遠啊 進去那個籠裡面 九大九大 第五天的早餐 毒癮二九 這個是不是 早餐劉朗街頭吃 在吃早餐的旁邊就看到這間麵包店 所以我們就走進去看麵包 順手拿起抹茶莊莊包 和這個Oreo Cream的包 這款中間的Cream真的凍冰冰 我覺得吃起來挺好吃 不錯不錯推介 另一款裝裝包也很好吃 吃起來也是超級濃郁的抹茶朱古力味 不過大家吃的時候注意 因為會吃得很髒 望遠市場 望遠市場 望得好遠啊 望得好遠 第一個買的東西就是 芝士炸豬肉 這間店購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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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她的表演很棒 嘩 下氣 第二樣就買了這個魚膏串 大家不要介意 我吃得超細膽 因為我的肥脂真的極痛 蘸了醬好吃的 一般味道正常 不是很好吃的魚膏 這裡簡直是我的天堂 有超級多款韻韻韻韻的糕點 湯啊 還有魚膏湯 第三樣東西我們就買了這杯creamy的米酒甜品的飲品 價錢就是5000W 它上面還有超級多Decoration 這個也挺重的酒味 如果不喝酒的酒真的一般 走得來有一點甜的米香味 很像整杯甜品一樣 這杯酒鬼必愛啊 上面這個是雲尼娜的雪糕 再加點餅餅 這裡我們還買了 魚參 炸辣椒 這裡都不記得 然後我們還吃了個好吃的魚膏 湯超好喝 超醒酒 這裡是大桌子 嘩 我想問是不是吊著 我不是很適用的 現在就馬上和大家試一下我們買的魚生片 哇 包肉 好像煎養生寶的感覺 YES 之後就是網絡超級辣的辣炒年糕 它裡面還有配魚餅 它是粗身的Dubuki 連魚餅一起吃 很有地道的感覺 甜米露 挺好喝這個 挺介紹的 望遠市場還有賣的其他特色小食 今天的第三杯 我認識一下 1 2 3 4 5 6 8 1 2 3 3 去完望遠市場 我們又來這間狗狗cafe 到了 我們進了剛剛那間狗狗cafe 裡面 進了那個籠裡面 我們就是狗子 喔 我們就是狗子 狗子 在綠色的籠等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上去 沒錯 上去呢 原來還是要繼續等的 狗子狗子 剛剛給了一些狗糧 我們可以餵狗子 1樓的狗 不可以上2樓 本來我是打算 這隻狗會把頭放在我手指上 怎知道整個放在我手臂上 超乖超可愛 看你懂得聽我指定做 唯有獎一顆給你 嚇到我了 收到老闆馬上再給你一顆 這一隻呢 一樓唯一隻 不是唇白色的 看他懂得放V字 馬上獎勵他吃東西 這裡呢 就是二樓 二樓比較空曠 這隻還不是傳說中的貪吃小狗 一次過吃了三粒狗糧 肯定以為做完V字有 是沒有的了 給你吃 是沒有的 他會吃 啊 陞了 你比較為 嘩 這隻狗的水智 有一點奇怪 會 噢噢噢噢噢噢 心甘 Kid有一點蠢 之後就到了狗狗下去散步的時間 大狗就可以一批下去 逃也不回地衝出去 至於小狗的話就要一隻一隻 然後我們就去了買BR雪糕吃 給大家看看BR雪糕到底有多少款口味 全部都超級吸引 謝謝家嫂 我們總共買了五款 兩個就是空 三個就是杯裝的空 好吃 芝士蛋糕 有個P-Baddy-sweet也不錯 但是不要叫開心果 開心果是恨人 超難吃 完全沒有開心果味 這個開心果恨人香 極難吃 不得恨人味 它的空都是超脆 超好吃 大家答應我來韓國一定要吃BR雪糕 好不好 真的超好吃 推介給大家 又到了晚餐時間 那我們就去吃這一家 主要是吃一些土豆湯 排骨 泡菜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叫的三款米腸 這一款就是純粹包了粉絲 味道都OK的 口感味道上都是可接受的 跟著這一款就是粉絲包菜再加肉 出乎意料地這一款挺好吃 跟著就是打大佬了 我覺得它的味道微滑 超級難吃 不過是我不會想吃第二大 跟著又是水冷麵 我們全裝都很喜歡吃 沒錯 就是加醋 我覺得酸一點的好吃 因為可能我本身很喜歡吃酸的 配上冰冰涼涼的麵 我覺得真的一流很好吃 推介推介 順便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手袖 我記得我們好像單點了一個牛肉 都挺好吃 我印象中這間的水冷麵 好像都不會特別太難咬斷 所以都挺推介 現在就吃著牛肉和小菜 等我們真正的鍋到了 我們的土豆排骨鍋終於到了 免得有幾塊紫蘇葉 我想說這排骨很大塊 我想說就算骨那麼大塊也好 裡面的肉也不會太柴 反而有些位置都挺嫩滑的 還有我印象中這個鍋好像不貴 是平民小吃 裡面的雲椅是出奇地好吃 超級吸湯 還有骨真的不錯 最後登場的當然是公仔麵 把麵錄進去收尾 真的是一流 如果煮到一半 發現湯不夠不夠 可以叫店員加回給我們 雲大超級狂的街頭表演 真是玩命 這個真是 還有韓國的K房是透明玻璃 很多人都會在玻璃面前跳舞 同樣看得到同一條褲 唉 差了 公正的公正 有片 六片六片 第五天的夜晚 我們來玩UNO YAY 我們來玩UNO 這個是UNO FLAME Dell說是OK的時候買給我們 我們來玩兩三次 OMO 是 我認識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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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